所以你要对着电脑去脸 而不是对着一个手机去脸 App上的各种分数就是你不用去纠结它 对吧 你别跟我说你还有十个小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家好 我是你的小王子 来我们今天讲一下PT复习当中要不要使用APP 很多学生问我 我的观点就是千万不要使用APP 无论哪家家有机关APP 包括我们现在都不要去使用 包括我们公司自己都有小程序的 这是我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公司自己也生产了小程序 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bug 不使用APP或任何小程序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你考试不是对手机的 就像我们公司之前有生产过一个PTE的一个小程序 结果发现学生就是用父用父 他把这个当成练习PTE了 这个练PTE没有什么关系 你考试的时候就是对着电脑的 所以你要对着电脑去练 而不是对着一个手机去练 第二就是很多APP上都有评分 之前视频我也说过 我再说一遍 任何APP评分都是完全跟PTE考试没有任何关系 它们可能使用IT的Direct Dictation这个仪器 或者使用Google这个仪器 或者使用任何的仪器 反正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跟PTE考试没什么关系 至于给自己再造成压力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考试也不是这么考的 对吧 PTE考试是排名考试 所以APP上的各种分数就是你不用去纠结它 对吧 第三就是对眼镜也不好 这么小个机器你整天看着 我也觉得真的夸张 对吧 你说你复习了你对手机看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第四我觉得是可能用APP最不好的 就是你会把这个当做在复习引导你的注意力下降 人对手机的注意力是会拨散的 你要记住你每天复习PTE 比如说两三个小时 你一天的精力也就是四个小时 这是科学验证的 你别跟我说你一天有十个小时精力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是说为什么我一些在工作的学生 他们发现考PTE很难 因为工作占用他们太多的精力了 那么APP是不是这样讲的好像是百害无一例呢 其实也不是APP能在什么时候用呢 上厕所的时候用一下 等厕所的时候用一下 还有上洗手间的时候用一下 等车的时候用一下 还有娱乐的时候用一下 还有在等轮的时候用一下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我觉得很多人就对APP有非常大的误解了 好吧 就是APP是什么 APP是一个营销手段 你通过APP你搞不好能报报课程 但你真正开始上课了 或者开始服PTE了 你比APP不值得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订阅观众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Red Lorry Yellow Lorry Red Lorry Yellow Lorry Red Lorry Yellow Lorry Try